科学家根据不同的方法推算显示,认为地球现在有超过890万种的物种,有些,你可能一辈子也没看过,听过,小品生活,今天和大家分享,世界最奇怪的动物。 在海底,我们除了可以找到漂亮的珊瑚、海龟和其他鱼类外,还可以找到烈焰红唇。 达诗蝙蝠鱼,奥克萨斯跟斯大维尼,分布在东南太平洋的加拉巴哥群岛之密如海域,主体棋性鱼类,栖息深度3至76公尺,体长可达20.3分,以小型无脊椎动物未适量。 它们的背棋会制成一个极状突起,科学家推测,是用来又不猎物的。 由于它们游泳能力很差,更多的时间是在海底爬行的。 最大原因,是它们的胸鳍和腹鳍,只是肢体的附属物。 达诗蝙蝠鱼与同科体型的鱼类相比,弹周长绝短,胸鳍光线技术绝高。 但它们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们的嘴唇,所以有另外一个名称,叫红唇蝙蝠鱼。 看到吗? 这种白色的软体动物,叫做海猪,Scot Plains。 它其实是海参那一种,海猪生存在距离海平面1000公尺的深海里。 除了被捕捉上岸外,我们是见不到它们的。 在深海的海床上,海猪是靠摄取深海泥土中的有机物和鱼类尸体过日子的。 海猪最大的敌人,其实是人类在深海的捕捞行为。 由于它们的身体脆弱,再加上过入群居生活,所以时常被捕捉上岸的时候,已经变成大堆支离破碎的凝胶碎片了。 在科学家过去250年的分类研究,人类已描述约120万种生物,海洋生物就占了的9%。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位主角,就是生活在海底的大王巨族虫。 Beternostigantus,生活在冰冷的大夕阳深海里。 成年大王巨族虫的体长,可达37厘米。 在节肢动物中,这么巨大是很难得的。 大王巨族虫有7对关节肢,第一对关节是恶族,可以把食物送到4套恶处。 腹部有5块鳞片,每块鳞片都有,一对双支腹族,作用是能够在水中行动。 大王巨族虫可栖息于170米至2140米深的海底。 它们是肉食性的,主要食用海洋生物的尸体,如鲸鱼。 由鱼和其他鱼类,它们可以忍受长期饥饿。 在不吃任何食物下,5年43天后才会死亡。 虽然它们的外形非常独特,甚至有点可怕。 但在世界很多的区,例如日本或香港,它都是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你又敢不敢尝试一下呢? 以下这一种海洋动物,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十分可怕。 偶尸剑吻鲨 又名偶尸剑吻胶。 是剑吻胶科的唯一一个现生物种了。 是深海鲨鱼的遗众。 特指使它的吻向前突起而形成一间突,比其他鲨鱼更长,一次感应猎物。 它的可以随意伸缩,突然伸出绝取猎物。 是尖稳交出墨屋阳光照射不到的深海,一般在伸手浮现的二百米水深处。 它们主要的食物是鱿鱼,涉及深海鱼。 生物学家对它的生命及生殖席性所致甚少,而它们的敌人亦绝少。 因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并没有枪它们分类位,并为物种。 在这边的海床,除了一条可爱的小丑鱼外,还发现了我们餐台上的一道菜。 口足木, Stamit Pouda, 其物重俗称作, 虾菇, 大小可达30公分, 以至最长可达46公分的。 在全世界有超过400个物重, 颜色从褐色到浅红色不等。 是热带和压热带底漆海床最重要的劣势者。 虾菇胸部有一对熬族,像螳螂一样的镰刀状,所以也有人称它为螳螂虾。 虾菇性情凶猛。 势力锐利,攻击时的臂力可高达体重的2500倍。 它们能够轻易破坏猎物的硬壳。 所以各种贝类、螃蟹、海胆等都是它们的美食。 章鱼和其他大型的珊瑚鱼, 就是它们的最大敌人。 人类通常使用虾菇方法,就是蒸熟后直接食用,也会以姜汁醋来提味。 日本人会枪其水煮或直接做成沃寿司食用,更是香港必逢堂的著名海鲜小菜来的。 在另一边的草原上,我们发现一种很可爱的小朋友。 长颈鲸鲸,是一种生活在东非的羚羊。 牠们可以重达52公斤,及肩高超过一米。 长颈鲸鲸骑害羞,随时会俯首向前奔跑。 且能穿越矮小的丛林。 它们一般只会在三只十投的群族生活。 与其他羚羊不同,长颈铃不吃低处的植物 反而会靠后腿及长颈来吃树叶 高人一等啊 在公元前5600年 古埃及墓中的绘画上,就有长颈铃出现了 非洲人不会把长颈铃做食物 但是在欧洲人来到非洲后,长颈铃便开始遭到不杀 以致差点灭绝了 在澳洲这块面积769202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一种很奇怪的鸡 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鹤驼 又名是火鸡Casrears 使火鸡生活在热带雨林中,虽然它比鸵鸟小 但拥有12厘米长 类似匕首一样锋利的爪,所以拥有杀热鸟支撑 加上强有力的腿,结合的利爪可以飞踢 是可以撕破动物和人类的皮肤的 它们还能够枪人类内脏勾出 而对付狗和马只需一击即可致命 由于人类的活动,使火鸡的生存受到威胁 据统计近剩1000只左右 使火鸡虽然凶猛,但它们不是血 平时主要是酱果和热带植物的种子 只有在果实青黄不结实 才吃昆虫、小鱼、鸟籍鼠类 在森林中的沼泽地区 生活住很多种类的青蛙 不知道这一种 你又有没有见过? 紫蛙,Nosacopatricus hydrances 也称西高纸山鼻蛙 生活在印度西高纸山漠地区 紫蛙的身体肥状 四肢以五尾目生物的典型方式张开 与其它的大多数蛙相比 紫蛙的头部绝小、鼻不尖 成年体成紫灰色的 紫蛙常年生活在地底 只在雨季才会出现在地面活动 因此生物学家们也一直都没有注意到它们 繁殖季节主要在雨季来临之前的五月 雄性的齐洞学中名叫求偶 它们会枪卵产在溪流里的岩石缝隙中 一次的产卵量约为3000美 蝌蚪在100天后就会变成蛙了 其实在每棵大树上 你总会发现一些千奇百怪的小昆虫 今天为大家介绍 小蝉 脚蝉 赤木脚蝉科 有2600重 前胸背板畸形扩展 越过头部向前形成一个级 并向后隔过腹端 所以称它脚蝉 中国约有150重 会迫害木本植物的 最著名的有中化高冠脚蝉 它们体长2至20毫米 形态怪异 一般黑色或褐色 少说色泽艳丽 因为此虫会破坏树皮 形成双形裂缝病在内产卵 所以会损坏树木 脚蝉是一众喜欢生活在树上的虫 当它们停气在枝条上时 它头上的那顶高冠很容易让人误会 以为是一节枯树叉 让人挪以分辨真伪 必真的拟太伪装 骗过迪害 当我们在漫步草原的时候 会不会想过 我们的脚底下 会有一些奇怪的朋友走过 新鼻眼 Pondelora Cristota 是一众生活在北美洲东部 加拿大东部和美国东北部的小眼 新鼻眼的特点 是它在鼻尖长有22只触手 环绕鼻尖 因此未明 新鼻眼可以在完全黑暗的环境内找到猎物 据科学家研究 新鼻眼透过处 手找到猎物的能力 比其他眼鼠靠视觉捕食的能力大数倍 新鼻眼在潮湿的地底生活 以小型的无脊椎动物 昆虫 蚯蚓和软体动物做食物 它们是有游泳能力的 能够在合伙池塘底部搜索凉墨 也是唯一总在水中有嗅觉的哺乳类动物 新鼻眼日夜都一样活跃 就算是冬天也保持活动 有生物学家发现 它们可以在雪里挖掘隧道的 广阔的地球 充满了很多未知的领域 等我们去探索 谢谢大家的观赏 希望继续支持我们 记得赞好 订阅 分享和留言 谢谢大家